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现在我们去着机场 我们抵达了广州国际机场 现在我们要排队 踏地铁出去市区 第一站我们来到夜秀公园 路场是免费的 这里很漂亮 满满的新年的装饰 满满新年的味道 今年一定要看的就是这条水上门 我们现在要去着下一个打塔景点 去看舞阳石雕 走错了我们重新来过 舞阳石雕 其实我们是要向右转 努力的爬楼梯 终于到了 这就是舞阳石雕 我们现在来到北京路 今天的天气太凉爽了 好舒服 满满人潮的北京路 这里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想要购物的找美食的 来这里就对了 新年要到了 在这里可以找到新鲜的腊肉和腊亚 这里还有很多新春档口 还可以矿花式 这里的商店的装修真的很特别 有多余的时间一定要每一间都进去参观一下 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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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北京路的中央 走到北京路的中央 今天的景点我们就是来到佛山的祖庙 祖庙隔壁有一条飞红街 这里有很多美食 来到这条街一定要吃的就是猪脚处 还可以加内脏 这里还有很多小吃 吃饱了 现在我们就要去祖庙 一个人的入门票是20元人民币 很幸运今天没有很多人不需要排队 这间祖庙真的很大 里头有很多纪念馆 这个景点可以走上半天 首先我们先去月问纪念馆 想要更了解月问师傅的故事 一定要来参观 我们先看一下黄北红纪念馆 待会三点三十分会有醒师表演 喜欢舞师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的景点 记得一定要留意演出的时间 现在我们就来到永庆坊 它就是永庆坊的地标 早上的永庆坊和夜晚的永庆坊大大的不一样 夜晚的永庆坊真的很迷人 灯光满满 很喜欢这里的风景 在这里可以找到很特别的手工艺品 想要买手信一定要来这里 超可爱的麦当劳 这就是十四圣兴教堂 很可惜今天没有对外开放 想要拍照可以找这位小姐姐 在大教堂的隔壁是一条批发街 这里都是批发药材还有海味 价格真的很便宜 今天的天气有点热 我们现在来到沙面岛 这里有很多古树 还有欧洲风格百年建筑物 是拍照的圣地 推荐大家可以租自行车 慢慢欣赏沙面岛的风景 巧玉小哥哥在这里搞活动 谢谢送上我们一个福字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一早我们就来到陈家池 走出地铁站那一刻 吓到我们了 既然这么多人 需要排两到三个小时 这就是陈家池的外观 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想要打卡网红咖啡厅 要找艺术灵感 要拍小红墙 那就一定要来到东山口 这里还有很多潮牌 现在我们来到东山湖公园 这里还可以欣赏到广州塔 是一个很休闲的景点 现在我们要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千灯会 就在镇家广场 好多档口是还在准备着 还没开始营业 这就是大唐千灯会的路口 两旁是挂满了黄色的小灯笼 广场的中央还有一条巨龙 广场的顶楼还有室内动物园 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 一定要来打卡的广州塔 天不作美 既然下起大雨 但人潮还是一样这么多 今天一早就来到酒店附近的城隍庙 想要脱单的朋友 想要求姻缘的朋友 就一定要来这里拜月牢 据说这里的月牢超灵的 很快结束了我们五天事业的旅程 拜拜 拜拜